我的YouTube頻道 已經被俄羅斯探訪了 這頻道已經13年了 這是一個很長的旅程 但現在全部都掉了 我們支持烏克蘭 F**你 而今早黃明志也在臉書發出最新說明 他表示心情其實蠻淡定 因為很多年前就有心理準備會有這一天 出來混遲早要還 這些年來真的得罪太多人 尤其去年推出歌曲《玻璃心》之後 所以帳號被入侵並沒有感到非常意外 黃明志表示帳號被盜後 雖然看到了很多醜陋嘴臉 但也收到了許多祝福 留言私訊替大家加油打氣 甚至幫忙想辦法 他也表示非常感謝 黃明志最後也請粉絲放心 表示團隊一定會用盡各種辦法 戰勝駭客 把帳號拿回來 不為什麼 就是為了要給這些酸民難看 正義必勝 影片一戲蒸發 黃明志經紀人昨天也回應 目前正在處理中 希望YouTube能回溯到之前內容